我突然发现NBA 2K19这个游戏 它封杀了波石 那么有网友呢想看 波石对霍华德的 一场单挑比赛 当我录的时候我发现波石没有了 波石去哪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1213 这个经典球队的 这个热火队 里面应该有波石的但是我发现 里面名单没有波石 有沾黄有韦德但是波石去哪了 这么经典三巨头居然没有波石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史上最强球队的 迈阿密热火队 大家看到了吗 依然没有波石 依然没有波石 好那么波石还参加过什么队 猛龙队 这是他的外号龙王的出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多伦多猛龙队的史上最强队 我找 依然没有波石 而波在NBRK18里面 波石都有 这几支队都有的 但是在2K19里面 居然没有了波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改变 非常非常大 因为波石作为一个 总冠军得主球队 作为一个 三朝元老 作为一个 这个大牌明星的球员 居然 没有 我也是非常的吃惊 难道2K 封杀了波石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自由球员 让我们来自由球员里找一下 有没有波石 结果你发现 自由球员里面 也没有波石 让我让我们按这个字母的 排列来找 从B打投 B打投的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波石 不知道 NBRK19 是怎么想的 他居然 将这么一个知名的球员 给漏掉了 难道他们 这个和这个 波石和2K系列公司 有什么冲突了